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K棒开始看齐 那这边来说明一下 这边来讲的话 开始的这根红K棒以后 520之后这红K棒的低点 表示多头表态的最低价 也就是说未来 拉回不要跌破这个低点的话 它就会顺势而为 所以现在盘的话 对空方来讲的话 真的要取出这种观念 由于台湾整个景气不如预期的情况之下 大家的投资朋友可能会不敢去投资股票 我之前跟大家的建议就是说 在投资股票来讲的话 价格是你最重要的因素 很多讯息面的东西 造成你不敢去投资 那这一波来讲的话 说真的 你看价格操作的话 其实来讲就是属于多头卖动 那多头卖动的话 这边来讲的话 稍微要见高一点的话 稍微要做一个保守表态的动作 也就是说 它这边会不会继续在嘎工的话 取决于它会不会有机会再创高的可能性 那这边来讲的话 稍微注意一下 自从在KD指标 在这个附近超过80以上 连续三天上午以上 就是属于大工行情 也就是说 机会来讲的话 可能就会开低走高 开高而走高的机会会比较大 那这边来讲的话 今天开低以后 还是顺势过高 也就是表示说 它现在还是一个多帮的脉动 等到它出现一个常常的上影线 或者是常黑的时候 这整个涨势 就是常会稍作休息 做拉回的动作 通常拉回的话 这一根来讲的话 是它的关键性K棒 在520后面那一根长虹的 900多亿来讲的话 是它的关键K棒 未来只要拉回 没有破这边的话 基本上来讲 也就是属于股票 是属于多头的脉动 那多头脉动的话 找做多的股票去做的话 投资配方 赚钱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 那这边来讲的话 由于指标在高档 会不会继续在高档的话 就是取决于它 会不会再继续的创高 那创高的话就是持续的做多 但是要稍微非常小心 它有可能会拉回的动作 所以基本上来讲 在所有的压力点之下的话 它能够这样子强烈表态 表示说这一波它长势非常的灵敏 投资朋友可能不知道如何去下手 这是非常正常的 在一个转转折点里面来讲的话 其实投资朋友 可能要稍微对它的一些观感有所改变 很多讯息面造成说你会不敢投资 那现在有个好消息 就是说由于六月份联主委可能会升息 然后英国可能会拖温的影响 只是会影响它到旁边的变化 这些影响旁边的变化 也就是说这个讯息面 一定代表六月份会有拉回的机会比较大 这也很正常 因为股价大盘的指数 位置于在于比较高的位阶 由于这些讯息面的影响 一定会使股价去做拉回 因为台湾不可能直接往上去做迈进的动作 这是非常不太可能的机会 但是有来回打底的时候 来回震仗打底的时候 股价就会有很大的趋势跟变化 那由于从美股开始看起 美股昨天下跌86点 那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了 这个高点大概17934点 这个点位如果被突破的话 它又变成了一个多方的脉动 所以现在很多国际的股市 会由空方转多方 多方转空方 忽然变来变去 这也是我们投资人需要去用 去转变的思想 不要一昧地做空或做多 它趋势不对的时候 通常来讲 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想法 这边它要站上所有均线以上 所以基本上来讲 它又不能看着太空了 所以说在美国道琼指数来讲的话 它又处于这个相形性的整理 看它如何怎样突破 突破往上做多 跌破低点再往下做空就可以了 这边来讲 这边来讲可能稍微要注意一下了 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了 涨过那两个黑棒的高点以后 跳空缺口它就往上去做多 跌破这一个盘整区间的低点就做空 昨天大陆股市表态了 它即将有机会成为一个多头 基本上来讲 它从5000多点跌到2638点 几乎可以砍腰一半的 那一半的情况之下 它为了不让它大跌的话 它必须要做一个打底动作 所以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了 它如果跌破盘整的低点 就是往下跌破2638这个点位 如果2638没有被跌破 往上涨的时候 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这可能是大陆股市一个多头的开始 就说它多头开始的话 稍微注意一下 只要它能够拉往上涨了之后 这边的低点 它盘整的低点2700多点 从来没有被跌破的话 大陆股市可能会走一番的残多 但是不像以前的急展行情 应该是属于震荡完以后 往下跌再往上涨的行情 也就是说它大概 会属于这种行情 去往上的去做卖动 所以大陆股市来讲的话 头头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未来它如果迎接 长多的行情的话 投资大陆股市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标的物 以上进广告时间 23219933 23219933 23219933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由上涨2X刚才说起 我刚刚跟大家反映过 大陆股市有可能走一个长多的行情 上涨2X的ETF来讲的话 基本上来讲 它也是做一个打底的动作 那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 底部又在27块以上这个点位 如果未来没有再被跌破的话 上涨2X这个底部的位置点 投资朋友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未来这种如果 走路长多的格局的话 它基本上应该是 往上涨拉回不破低 往上涨拉回不破低 可以这样去顺势去操作的话 投资朋友你的获利可能会非常非常大 毕竟来讲 他昨天才开始表态 这根长虹 这非常非常重要 他如果这个长虹未来没有再被跌破的时候 很多大陆股市的ETF 可能去做逢多去操作 这也是一波可能 比较像样的多头行情 不过来讲的话 不像之前的 从2000多点涨到5000多点 那么多头 一直往上去做标的动作 他也许会做掌声回挡 掌声拉回回挡 往上去做掌声的动作 然后这个I7这支股票去扬 我曾经在杂志一直抱这支股票 由于他的业绩还算不错 他属于盘整完的突破往上去做掌声的幅度 由于从底部开始慢慢掌声无助过程中 他还是属于多头的脉动 在多的时候做多的股票 就找做多的股票去操作 他上面的压力点应该是在前波压力在九十几块左右 所以基本上讲他只要拉回往上涨的时候 往上涨 量缩往上涨的时候 出大量把它卖掉 拉回量缩做卖出的动作以后 再往上涨的时候做买进 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可以多空多空都可以操作 那如果是比较属于保守型的客户的话 由于他FGIS是属于低档的脉动 低档来讲的话他只要做跌跟脚成立的时候 你可以去逢低做买进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他有这个往上创高了 往下拉回 拉回这个跳动缺口非常非常重要 假如这个缺口没有被回补的时候 他往下跌回来量缩的时候 他又往上涨的时候 你可以试机去做买进 比如说有些比较保守型的客户 不敢去追那种强势股的话 可以去做找一些比较低基级的股票 做了第二根脚往上涨的时候 他一定会拉回 拉回完以后再往上涨的时候 可能就是你比较好的标的物 在华星光来讲一下 4979华星光也是一样的意思 他做第二根脚往上涨 也许低支的上涨的幅度 你没有去遇到 你可以注意一下他拉回来 拉回来这边稍微都有月线的支撑 只要支撑完以后再往上涨的时候 他还是会记录一个往上上升的幅度 很多支股票基本上来讲 他的下跌线就大概已经突破了 那突破来讲的话 你如果是投资朋友比较安稳的话 可以作用打底完成的往上涨 他自然会拉回 拉回的时候 买黑不买红的话 你可可以说 有机会买在比较相对性的低点 在往上涨的时候 将出大量的时候 将你的持股做卖出的动作 那种起的股票来讲的话 3189锦缩也是一样的意思 他做了第二根脚在那边往上涨 第一波已经在这边出现了 第二波来讲的话 他下跌的时候 完全没有下跌的幅度 我表示说他比较强势的整理 强势整理完以后 今天表态第一个是往上走的时候 他自然而然就会挑战这个高点 由于他之前的跌幅 下切线以及堵破完以后 他跌幅不太深 他有做一个相形性的整理 只要未来有些股票 他只要迈入了回党的整理的时候 不是属于大幅拉回 他拉回的幅度没有到0.618以上的话 基本上他还是属于强势整理 自然而然的他就会往上去做攻击的动作 以上是我的分析 谢谢各位收看